为什么创意工坊和娱乐模式要现实开启呢? 吃鸡有五个大的模式 经典、团境、绿洲起源、创意工坊和娱乐模式 这五个模式中只有创意工坊和娱乐模式是现实开启的 不是永久开放的 为什么光子会这么设置呢? 原因有两个 一、增加玩家游戏时长 如果一个模式一直开放 玩家们会觉得它一直都在 随时都可以玩到就会不珍惜 而改成现实开放结果就不同了 玩家们会觉得这个模式 我今天不玩 明天就玩不到了 就会有一种紧迫感 玩家就会想着多开几局 从而达到增加用户游戏时长的目的 像创意工坊的很多模式都是周末现实开放 也是为了增加周末的游戏时长 二、减轻服务器压力 一个游戏的运行肯定都会有很多服务器 打个比方 一台服务器专门负责一个模式 二十个模式就需要二十台服务器 现在官方采取现实开放的模式 让一些模式只在固定时间开放 那就会腾出来几台服务器了 这几台服务器就可以当作备用 防止一些服务器出故障 即使没出故障 也可以替其他服务器分担压力 所以这样做确实很聪明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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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